内地法改委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施方案 提出国家枢纽节点之间进一步打通网络传书通道 加快实施东素西算工程 提升跨区域算力调度水平 通知明确起步阶段 对于经浅期 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 成余等跨区域的国家枢纽节点 原则上布局不超过两个集群 对于贵州 内蒙古 甘肅 宁夏等单一行政区域的国家枢纽节点 原则上布局一个集群 集群应注重集约化发展 明确数据中心建设规模 节能水平 上架率等准入标准 避免盲目投资建设 通知表示 加强数据中心统筹规划和规范管理 开展数据中心 网络 土地 用能 水 电等方面的政策协同 促进全国范围数据中心合理布局 有罪发展 避免一控而上 供需失衡 后续根据发展需要适时增加国家枢纽节点 通知并要求 加强对大数据关键软硬件产品的研发支持和大规模应用推广 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提升大数据全产业链自主创新能力 加强对基础网络 数据中心 云平台 数据和应用的一体化安全保障 提高大数据安全可靠水平 加强对个人隐私等敏感信息的保护 确保基础设施和数据的安全 通知明确国家枢纽节点重点任务 包括推动核心技术突破 加大服务器晶片 操作系统 数据库 中间建 分布式计算与传储 数据流通模型等软硬件产品的规模化应用 加快网络互联互通 加强能源供给保障 推动数据中心充分利用风能 太阳能 潮值能 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 强化能耗监测管理 市场忧略数据中心出现供应过剩 现时政策出台有助修正行业乱象 已有项目在一线城市的数据中心营运商 将有明显优势 万国数据09698早前公布业绩后 股价表现偏远 主要因市场对行业面对的潜在价格战感到忧虑 不过政策推出有助减轻供应过剩问题 相信相关因素已充分反映 管理层亦认为紧江苏地区竞争较大 公司的数据中心位处一线城市优越地段 现有客户的需求大 未来营运指标不受影响 早前有报导指 万国数据计划收购 新加坡普洛斯的数据中心业务 进一步增加市场份额 若然落实张市对股价潜在利好因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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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